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认为是未来战争中的戾气 目前世界主要军事大国都在研制高超音速武器 致力在这场速度之争中可以取得好的名次 中国作为一个科技大国 早在上个世纪我国科学家经过艰苦的奋斗 用简单的算盘把导弹打上太空 再到今天长征五号火箭成功升空 我国的科技发展有目共睹 就在过去不久 中国航天科技的星空二号高超音速飞行器成功试飞 这是继俄罗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发射成功以来 震惊全球的另一大事 标志着中国正式向高超音速武器研发行列迈进 并在该领域占的一席重要之地 高超音速武器指的是速度大于5马赫的飞行器 从科技的角度分析 高超音速飞行器同时融合了航天和航空的诸多前沿技术 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够研制的 而我国研制的星空二号高超音速飞行器完美完成试验 让西方再一次刷新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认识 星空二号高超音速飞行器采用承波体的设计结构 承波体设计是当前国际上高超升速飞行器器动布局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 承波体构型在设计状态将激波附着于下表面前沿 阻止了气流泄露 具有很高的升足笔 升足笔是反映高超升速飞行器器动特性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 升足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超升速飞行器能够实现每一种飞行轨道 对于滑翔市和巡航式高超升速飞行器的气动设计 升足笔往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指标 因为升足笔直接关系到飞行器能够达到的航程 横向机动能力等关键技术指标 这种设计结构虽然可以极大减小飞行器飞行时所受到的空气阻力 也可以提高飞行时能量的利用率 但将承波体结构工程化具体运用到高超音速飞行器上 需要更加纯属的技术要求 而且容不得丝毫的差错 然而我国航天科技集团激波装配法的设计结构 完美地匹配到高超音速飞行器上 星空二号可以以6倍音速发射导弹 以每小时4563英里的速度在天空中快速飞翔 还可以在飞行中途突然改变方向 意味着它会绕过导弹防御系统 星空二号在多极火箭中发射 然后继续以5.5马赫的速度飞行400秒 完成主动断转弯 抛罩极舰分离 试飞器释放自主飞行 弹道大机动转弯等动作 按预定弹道进入落区 此次飞行试验实现了飞行试验窗口科学载荷的全通道测量 并完整回收 高超音速武器是现代化高科技武器中的巅峰之作 如今世界上只有中国敢拍胸脯说 这项技术我们领先世界 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 即便是科技大国美国 也没有底气与中国一较高下 有着5000年文明的中华大地 在经历了一段黑暗时刻后 再次觉醒了 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发展迅速 科技领域再次腾飞 我国继高超音速飞行器星空二号之后 再次投入研发第二代升级机型 届时中国科技将处于世界前列水平 由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 让西方惊叹于中国科技的发展 证实到何为中国高超音速 你爱了我的国 有爱就会有美丽中国